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 我们来开始今晚的祭会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至高全能的上帝 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的自我启示中 我们认识了你 在你的光中我们认识了光 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在对你的认识中间转化成我们的生命 生命转化成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你的永美 这是我们的祈祷 今天晚上我们上线一起来学习 求你与我们同在 照亮我们的智慧之光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 带领我们以下的光阴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观念 是来自圣经 可是他并没有在圣经中 可以找到三位一体 这几个字 换句话说 这个对上帝的介绍 对上帝的认知 乃是透过圣经 而归纳出来的词汇 三位一体 所要表达的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有三个位格 但是它是一体 就是一个本体 ontologically 只有一个 但是呢 它有三个person three persons in one 它 具有圣父 这个位格 还有圣子的位格 还有圣灵的位格 然而不是三个神 只有一个神 这样的一种神学观念 对上帝的认知 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是不容易明白的 因为一加一加一 应该是等于三 为什么会等于一呢 因为它不按作我们的逻辑 在数学上 一加一 加一 应该是等于三 然而在数学上 一乘一 乘一 还是等于一 我们不能限制上帝 自我的启示 给我们认识的真理 我们必须谦卑的 去理解 去认识他 在圣经里头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 在世上的日子 有一天 他在受洗的时候 天开了 有声音 从天上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然后圣灵如同鸽子一样 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那一段的经文里头 我们看见了三个位格 耶稣接受洗礼 圣父从天 发出声音 圣灵降临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耶稣 复活升天的时候 之前 他曾经对门徒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如果你看原文 圣经 把这个原文 表达得挺好的 我念一下英语 英文给大家听听 therefore Holy Spirit The 有三个观词 既然有三个观词 它是独立的 The Father 圣父 圣子圣灵 圣父不是圣子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父 圣父是圣父 圣子是圣子 圣灵是圣灵 可是它只有一个名 在英文的文法 Grammar 这是错的 如果你考Toffer的话 你这样的写法 是错的 你应该要写In the Names 有一个S在后面 我们中文没有 我们中文说一张桌子 两张桌子 三张桌子 我们没有说 一张桌子 两张桌子 三张桌子 没有 没有S的 我们后面 对吧 英文是有的 如果它是多数 Plural 它后面一定一个 一个S在后面 所以 应该是In the Names 但是上帝的 上帝的启示 让马太 写下来的时候 不是写In the Names 是In the Names 在原文 这是一个名 换句话说 圣父圣子 圣父圣子圣灵 他只有一个名 就是他们的本体 是一样的 就是神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是我们的信仰 你说怎么有可能呢 当我说 怎么有可能呢 我就用我自己的理性 去限制神了 上帝超越我的理性 如果他在我理性之下 我信的神就太小了 可是超越理性的神 却愿意进入历史的时空中 让我们认识他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这是神的谦卑 因此透过耶稣的一生 我们看见了 不仅仅耶稣这个位格 我看见了有圣福的位格 我看见了圣灵的位格 因为耶稣离世之前 曾经对门徒说 我若去了对你们是有益的 我去了 我会拆遣另一个宝会师 到你们中间 另一个宝会师 在原文 另一个宝会师 那一个是跟我一样 本质的另一个 希腊文能够表达到这样 换句话说 耶稣是神 另一个也是神 但是不是两个神 它是一个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奥秘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唐从容牧师用过一个笔意 这个笔意是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我有一本圣经 你有一本圣经 他有一本圣经 我们这里一共有三本圣经 我的圣经 不是你的圣经 你的圣经 不是他的圣经 他的圣经 不是我的圣经 我们这里有三本圣经 可是我问基督教有几本圣经 只有一本 可是我的圣经 不是你的圣经 你的圣经 不是他的圣经 他的圣经 也不是我的圣经 可是基督教 只有一本圣经 圣父不是圣子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父 可是他只有一个神 这样的笔意 给我们多少 有点突破的一种理解 不是不可能 只是我们以言和思维的限制 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他 可是三位一体这个观念 对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三位一体的神 说上帝是爱 那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谈到爱的时候 一定有对象 圣父爱圣子 圣子爱圣灵 圣灵爱圣父 他们彼此相爱 所以说上帝是爱 如果不是有第二个位格 完成救恩 只有一个神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请问 怎么完成救恩 所以圣经里头 给我们看见的 救赎观也好 创造观也好 整个创造的宇宙的万物 都是 一中有多 多中有益 所以我们的圣父 圣子圣灵 所创造的人 也是一样 有灵魂 有身体 是多元的 灵魂体 可是只有一个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的创造 也是上帝 在创造物中间 把自己表达 让我们可以理解的 自我启示 我们感谢神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认为这圣父 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而圣灵之所以这么重要 因为圣灵 是生命的灵 圣灵是基督的灵 圣灵是圣父的灵 保罗曾经在 哥林多书信里头提到 除了人的灵 谁认识人呢 同样 除了上帝的灵 谁认识上帝呢 要把上帝启示 让我们认识 一定要透过 上帝的灵的本身 所以圣灵 把圣父启示 让我们认识 同样 当你听 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 听福音的时候 你之所以会认识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因为圣灵 起开了你心灵的眼睛 圣灵让你明白 真道 上帝的灵 让你认识他 因为圣灵 是上帝的灵 圣灵 是基督的灵 因此圣灵 是引到我们认识真理的 一个途径 没有圣灵 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真理 因为透过上帝的道 使我们为 义 为审判 为罪 自己责备自己 让我们的心 能够向神敞开 然后圣灵 进到我们生命里头 重生我们 born again 使我们拥有新的生命 这一些整个过程 很明显 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灵 我怎么会认识历史的耶稣呢 历史的耶稣 就是2000年前 为我们来到世界 为我们钉石度价的那位耶稣 已经四个2000年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 是因为圣灵 将耶稣 2000年前的耶稣 带到我们生命来 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因为他是基督的灵 他将基督带到我们生命 启示我们 给我们向这位主 唱开自己 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 重生我们 给我们拥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敬拜这位耶稣 使我们信仰这位耶稣 历史的耶稣 成了我信仰的基督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不是人 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圣灵 为什么这么重要 如果今天的教会 没有圣灵的工作 教会是死气沉沉的 因为圣灵是一个活泼的灵 所以你看在灵恩运动里头 非常注重圣灵 所以在灵恩运动里头 给人感觉一种活泼感 所以他们说 我领受了上帝的亮光 上帝对我说话 上帝给我看见意象 上帝给我说一言 上帝让我讲方言 让我按所为人祷告 并得医治 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一个活泼的灵 只是灵恩运动 把这一个活泼的灵 把它嫉妒化了 以至于缺乏了真理的业数 圣灵跟真理要结合的 因为上帝的道 给他了一个很清晰的指标 圣灵灵是非常活泼的 在活泼和耶稣之间整合 以至于未出差错 这就是圣灵的重要性 传统教会是非常注重圣灵 在改教运动里面 无论是马丁路德 无论是家文 无论是 孙礼 孙慈礼 这一些伟大的先圣先贤 都非常强调 圣道 圣源的重要性 可是如果我要真正的认识 圣源 圣道 我一定需要圣灵 然而当灵恩运动 把圣道没有太重视的当儿 过度的强调圣灵 会有他一定的危机性 正如一个非常重视圣道 却没有去体验圣灵 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给我们更新 给我们新的力量 新的生命 这圣道会被僵化 所以这两者应该整合 这样一来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就会非常深刻 因为我们不仅是头脑上认识他 或生命上也去经历他 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教会 不可以没有圣灵 所以长老会的创办人家文 是非常注重圣灵论的神学家 他不仅非常注重圣道 他也非常注重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比较平衡的 去认识真理 这是非常需要 所以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要记得 那是因为圣灵已经将圣道 转化成我们对上帝的 主观的认识 他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透过圣灵将客观的真理 转化成我主观对真理的认识 和经验 这样一来 我才发现 耶稣基督跟我是有关系的 他不仅是一个客体 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他更是我信仰的基督 他是我的主宰 他可以改变你 因为我透过圣灵经历他 他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 赦免了我的罪 我感受到 我经历到罪得释放的喜乐 我的生活开始改变 因为我重生了 圣灵已经把新的生命 在基督里赐给我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成为新道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样的重生生命 是耶稣所说的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一定要从圣灵生 被圣灵重生 这是我们信仰的特色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亲爱的弟兄姐 好了 我们谈了 透过圣灵 而领受了上帝的启示 透过圣灵 领受了上帝的生命 透过了圣灵 给我们生命起了改变 接下来 我们要把圣灵 在我身上的工作 继续地印证 他的作为 就是让我们生命有改变 转化了 我有一次在计程车上面 跟一个计程车司机传福音 后来他告诉我 他已经洗礼了 我就问他 你怎么会去教堂 信耶稣接受洗礼呢 他说是我儿子带我去 我说你为什么 你会听儿子去礼拜堂呢 他说我儿子信了耶稣 他生命改变了 我说太好了 我进一步问他 那请问你 你信了耶稣 你生命有改变吗 他说有的 我以前脾气坏 现在比较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 你信圣灵 圣灵在你生命里头的作为 把这个信仰 化成具体的生活 让我们懂得爱 让我们生命有盼望 让我们生命有平安 有喜乐 不是每天悠悠愁愁 单单欣欣 每天都很多的烦恼 而是懂得依靠 这位重生我的灵 而这个灵奇妙在哪里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不是离我们很远 他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 而且永远不离开 他不像旧约 在旧约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是有使命的 给他智慧 去设计会幕 给他智慧 去做不同的手工 上帝吩咐他们做的 上帝呼召 上帝给恩赐 透过圣灵 让他们能够去完成 这些工作 完成以后呢 圣灵就离开他们 回去了 上帝兴起参孙 圣灵和他同在 给他格外的有能力 可是 当他不顺服上帝的时候 他的头发被女人捡走了 之后呢 圣灵也就离开了他 换句话说 在旧约里面 上帝的灵 灵到一个人身上 不是永远的 是有使命的 是有时间性的 可是到了新约 是不是这样的 彼得讲道的时候 圣灵降临 是降临的每一个 相信耶稣基督人 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就临在他们生命里面 然后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 如同印 印在他们身上 印在他们的心里 我们感恩 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灵印记的人 这个印记是不会消失的 谁的印记是属谁的 我们的印记是圣灵的印记 所以我们是属圣灵的是属上帝的 所以圣灵和我们同在 所以基督徒不要烦恼 不要去担心 不要天天发脾气 要常常感恩圣灵跟我们在一起 靠着圣灵喜乐 靠着圣灵得过 胜过一切的试探 胜过一切的罪恶 胜过一切的烦恼 使我们好好的生活 在生活上去见证他 去荣耀他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将耶稣带到我们生命里了 所以今天耶稣与我们同在 圣灵和我们同在 圣父和我们同在 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住在我们里面 不是户在我们身上 户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户 是有问题的 那些跳铜的人 那些鸡铜 那些 进入萨满状态里面的这些人 那些灵是附在他们身上 附在他们身上 就是利用他们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跟我们在一起 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建立我们 那这个圣灵 是我们的宝贵师 所以今天基督徒 何等荣耀 何等的幸福 可是很多基督徒 并没有这种幸福感 外面人要想办法去找灵 附在他身上 我们今天不需要信了耶稣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不是附在我们身上 这是多么美的 因为他是圣灵 他不是邪的 邪的会附身 圣灵是住在里面 我们感恩 愿荣耀归给神 我简单的解释 把第三课 讲完了 耶稣基督的灵 有位格的灵 他不仅是一种力量 不是 他不仅是一个能力 不是 他是有位格性的 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在 愿神 借着圣灵的充满 使我们荣耀他 Amen 好 我就简单的分享 我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几位导师 来发问问题 我来回答 谢谢牧师的教导 请问牧师 信徒言行不好 没有见证 是否有可能 还没有领受到圣灵呢 反过来我要说 有一些人 我们相信 他真正的接受了主 他已经拥有圣灵 可是他的言行 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因为他是出生的婴孩 圣经里头 说到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只能够喝灵奶 不能吃灵粮 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 今天有一些属灵的婴孩 说是重生了 说是拥有圣灵了 可是 却没有让这个生命继续的成长 他不读经 他不祷告 他不追求 他对上帝的道 没有努力的学习 所以他是出生的婴孩 当然你说的 这一个信徒 没有见证 言行不好 你说 是不是有可能 他没有领受圣灵呢 也有可能的 就是他只是尝到天恩的滋味 他并没有让这个天恩的圣灵 住在他的生命里头 不断的提醒他 不断的帮助他 他也愿意不断的顺服这位圣灵 使他生命成长 所以这是两方面 一方面圣灵的工作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人要回应圣灵 人要追求 不要成为属灵的婴孩 好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去见证他 如果我生了一个孩子 你见到我的孩子 你说你孩子好可爱 过了两年以后 你又见到我 我手上抱着一个孩子 哇他说恭喜你 又多了一个孩子 我很沉闷 因为呢 这个孩子就是两年前的 那个孩子 你会觉得 不可想象对吗 生了一个孩子 两年后还是一样 不会长大 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 就是出生的婴孩 一致是属灵的婴儿 他不能长大 因为他没有追求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见证基督 免得做爸爸妈妈的难过 不要让我们的天父难过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主导文教导我们 不要为自己的罪感到内疚 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 为什么圣灵还要我们责备自己 反省自己呢 责备不就等于内疚吗 首先呢 主导文从来没有教导我们 不为自己的罪感到内疚 你看我们念了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就用了以色金字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免得我免了人的债 或者是求你赦免我的罪 如同我赦免了人的罪 他并没有说 我不要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 内疚 没有 所以你这样说是不正确的 那进一步你说 那为什么圣灵要我们责备自己 反省自己呢 上帝的灵要我们为罪责备自己 因为我犯罪了 所以我要责备自己 做错了要有内疚感 做错了要有罪责感 可是上帝并不要让我们 长期住在内疚里面 因为内疚本身并不能改变我 内疚不会使我变得更好 我有病了 我为我的病忧伤难过 不会使病变得更好 只会使病变得更重 对吗 所以我需要 看见自己有病 为自己的病担心的时候 快快找医生 他的目的是在这里 所以圣灵要我们为罪忧伤 为罪难过 然后很快的要我们转向基督 这才是圣灵要做的工作 不是转向你自己 转向自己是内疚 转向上帝是忧伤 内疚跟忧伤的动点是不一样的 内疚是指向自己 当年犹大犯罪之后 出卖的耶稣 他内疚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耶稣会被抓 被钉死的家 被审了以后 他发现耶稣要上死的家 他内疚 因为他清楚知道 耶稣是圣者 耶稣是没有罪的 我怎么可以把一个义者给卖了 所以他把钱拿回去给大祭司 大祭司说成交了不能退 结果他把钱丢在圣殿里面 他不敢要 大祭司也不敢要 结果用那笔钱去买了一块血田 之后 犹大就走了出来 内心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内疚 内疚是往内看 看多了以后 越来越不能接受 魔鬼就在身边对他说 你该死 你出卖了义者耶稣 你该死 所以他的内疚就越深 生到一个程度死吧 就死吧 算了 就掉紧自杀 这是内疚的结果 可是畏罪忧伤 就是让自己看见自己罪的可怕 我需要去解决这个罪 我就朝向基督 换句话说 圣灵正在圣化我们的情感 一个情感错了 患罪了还很开心 这是错的 圣灵正化我们的情感 我犯罪了以后 我会忧伤 我会难过 然后就转向上帝 这圣灵的工作 我就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 使我的罪得到赦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 圣灵的赦备不是要我们陷入内疚 你说赦备不就等于内疚吗 不是的 责备是要让我们清闲 不是叫我们陷入内疚 内疚是走向自己自我毁灭 彼得 他责备自己 他从操旧业 他尽量逃避 可是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 问他 彼得 你爱我吗 他说 主啊 我爱你 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 主 我爱你 耶稣第三次问他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 就忧愁起来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悔改 他不像以前那么狂妄 那么自信 你下奸 我同你下奸 受死 我同你受死 这些话 从彼得的生命流消失了 接下来来的是谦卑 他开始 让基督的灵掌控他 他转向了基督 主啊 我愿意 我三次的否认你 你三次的问我 我爱你吗 我爱你 你知道 感恩 所以彼得的生命改变 因为他不是走向自己 他是走向 悬挂在天地之间 十字架上的耶稣 犹大毁灭 因为犹大内疚 是走向自己 不是走向上帝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个题目是 请问有朋友的配偶 是非信徒 导致他近期 越来越难要求 他读小学的孩子 一起去教会 孩子的爸爸 可以不去教堂 那他也可以 留在家里 另外 他的丈夫也说 应该让孩子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请问他该如何回应他的丈夫 因为他是结婚后才信主的 那他清楚地跟他的丈夫说 他以前还没有认识基督 他以前还没有认识信仰 他生命没有这种体验 我今天进入了教会 我认识了信仰 我生命改变 我人生有了盼望 我有了喜乐 我对家庭有了一种 很深的责任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认识这个信仰 他生命会有改变 我觉得用很认真的态度 温和的乙调 坚定的立场 跟自己的丈夫分享 你的生命经历 这是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妻子 丈夫最亲近你的人 很早就发现 你有没有在信仰中改变 如果有的话 跟丈夫做些细话 他是听得尽 不是争吵 不是大声的吼叫 而是温柔的 但是很肯定的 绝对不退缩的 对丈夫说 我不仅要去教堂 我希望孩子 也能够认识这个信仰 我相信丈夫会尊重你 正如你尊重他 你不去教堂 我尊重你 但是同样 你也尊重我 能够把孩子带去教堂 他说 我也不带他去佛堂 你也不要带他去教堂 这才是叫互相尊重 你告诉他 不是这样 有一些东西 是你经验以后 你知道什么是好 比如说 你觉得这间学校好 因为你探听了很多 所以你坚持 要把孩子送进这间学校 你知道那间学校不好 你尽量避开 甚至搬走 不要住在那间学校的附近 对吗 我们一定有一个选择权 所以希望丈夫能够接受我的选择 尊重我的选择 让孩子能够认识 再进一步对丈夫说 这个时代 我们不容易完全掌控孩子的气象和发展 他一进房间 你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我们需要信仰 来带领他 我们需要上帝 来影响他 这个信仰 对我有极深的帮助 我深信 对我们的孩子 也会有帮助 让他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 将来有用的公民 丈夫这么一听 就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是为孩子好 他作为爸爸 也希望孩子好 而至于孩子的回答 爸爸不要去礼拜堂 我也可以不要去 那你就反问他 妈妈去礼拜堂 为什么你不说 妈妈去礼拜堂 我跟妈妈去呢 为什么你要偏偏跟爸爸不去礼拜堂 你不去礼拜堂呢 没有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 选择让孩子喜欢的节目 内容 让他去参与 在教会的活动 以便提起他对去教会的兴趣 我知道有一间教会 他的主日学 有时候会做一些的游戏 有一次 其中一个游戏 就是把很多的不同的玩具 礼物放在一个大大的棚子里面 那么孩子们每一个人轮流下去 你能跳下去 你可以找一件你最喜欢的东西 在一刹那几秒钟你要选到 你就选一个上来 而孩子还没有去礼拜堂 直到下一个礼拜有这个节目 他就很想去 我的意思说 教会有责任去改变 让孩子兴趣来主日学 同样的 我们今天家长 要坚持鼓励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去礼拜堂 特别孩子在八岁之前 你鼓励得到 你做得到 八岁以后 恐怕你不容易做得到 所以一定要掌握机会 把握时机 不要错过 好吗 愿神给你智慧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跟上一题是有关联的 请问牧师 他该如何鼓励他的孩子去教会呢 因为孩子不是从小就去教会 所以觉得很难融入教会的圈子里 人是一个群体的生物来的 孩子也是一样 孩子要找孩子 青年要找青年 老年要找老年 老年跟青年讲话三级嫌太多 因为对方听不明白 小孩讲的话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话题 他们有他们的信气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能够融入那些小孩 跟老师谈 哪一些小孩比较容易融入 让他们有机会先接触 让他接触了认识一两个朋友以后 他就可能会来 因为他喜欢情敌生活 第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陪伴他去参加适合他的机会 使他有兴趣的内容的机会 以至于他愿意来聆听 而教会的老师们 一定要讲得精彩 让小孩会透过老师的讲解 还有手工 还有游戏 让孩子每一个礼拜天 都引颈以待 希望早早来礼拜堂 这样的教会 就是能够留住孩子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么做 主力学事工的负责人 要用心思 正如我们做家长的 要想尽办法 把孩子带来 是同样的道理 下一题 那首先呢 也不要怪这些 在网上听到 而对实体的崇拜 感觉到怨见的弟兄姐妹 教会首先必须要自我反省 在讲台上讲到的人 一定要下苦功 特别 有一些讲员 一个月只讲一次 或者三个月只讲一次 你两三个月讲一次道 那一堂道都不能讲好 这是说不过去 要把道讲好 是要下苦功 要读书 要祷告 要去经历那段经文 看了再看 明白了再明白 能够产生新的意念 对经文 一个新领的理解 能够把它表达的更加的透彻 更加的深刻 这样才能给人 幻然一心 不断在上帝的道理 都被更新 的这种盼望 所以 恳求天父帮助我们 讲道的人 一定要下苦功 不要下苦功的讲员 拜托你 请你不要讲道 让那一些愿意下苦功的讲员 好好讲道 好好分享上帝的话 这是第一点 教会要负起的责任 不要老是炒冷饭 炒冷饭就说明这个人 不读书 不成长 没有进步 一直像参孙 在炎步踏步 推磨 而没有改变 可是另一方面 听道人 也要学习 听道的生命 听道 也是一种的生命 也是一种的艺术 就是人在讲道的时候 他口才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内容 一定有一些 会给你得到帮助的 上帝有时候就透过一些 很简单的话语 对我们说话 而我们听不见 因为我们耳聋 为什么我们会耳聋 因为我们不顺从 听了道 你就顺服 就去做 以后 你对上帝的道 就会很敏感 相反 一个人听了道 不顺服 不去做 以后 他对上帝的道 就很迟钝 他不会反应 他耳聋 所以今天 很多耳聋的基督徒 听不进上帝的道 听多了一点 他就厌烦 因为他耳朵发扬 他喜欢听那些 奇理怪状的道 最好天天讲启示录 而并不是把上帝的道 好好的听进去 全面性的理解上帝的话语 不是天天只喜欢听那些 一言的话 那一种 不是很有把握的 很多的神学的理论 而是很清晰的 知道上帝的心意 透过他的道 对我说话 今天又提醒我了 只要一句话 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到 因为我谦卑 因为我顺服 这么多的道 我不能全部都 听得清清楚楚 我不能完全去遵守 至少我今天 能够从讲员身上 听到一两句 能够帮助我生命成长的话 这是听到的生命 这是听到的谦卑的艺术 今天很多信徒没有了 到了礼拜堂 把耳朵给塞住了 就看手机 眼睛看讲员 心里想其他的 心不在焉 所以这个不能怪讲员 这是要怪我们听到的 其实一边好得到 除了讲员之外 听到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这两者能够彼此的配合 一同的学习 那我们就会成长 耶稣基督的话说 在末后的时候 我的道要审判你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讲到 可能还好 讲到又不行到 听到又不遵守到 我的道必要审判你 这是耶稣的警告 听得越多 审判越重 正如上帝对以色列名说 在万民中 我只认识你 所以我必要审判你 这是阿摩斯说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 下一题 谢谢牧师 在网络上 有曾经热心做见证的艺人 却在近期否认信耶稣 请问我们该如何面对 非信徒的绩效呢 不要太认真 让他们绩效 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教会不警醒 请了这样的明星来分享 现在我很少要请明星 因为我渐渐的了解 不少的明星的生命是很弱的 真正很好的基督徒的明星不多了 因为他们太忙了 因为他们习惯了掌声 你看很多做歌星明星人 一没有掌声 就估计过一生 有一些就跳楼 有一些就天天吃安眠药 他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我们要请的明星歌星 是那些认真爱主跟从主 真正的把自己生命献上的 不是要人的掌声 而是要上帝的赞美的话的人 我们都要荣耀 可是不是虚伏的荣耀 那是从上帝来的荣耀 更不是从鬼来的荣耀 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 我不要人的荣耀 人的荣耀会过气 魔鬼的荣耀是虚伏的 像佛品 金水一飘就不见了 像佛云 金风一吹也不见了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从 上帝来的荣耀 可是很可惜的 今天有一些的歌星明星 已经需要掌声习惯了 后来跑到教堂来找掌声 而无知的传道人 请了这些人上来讲道 而下面的新朋友听了很感动 过后发觉到 这个明星歌星没有见证 犯尖铃 同性恋 无稿 贪钱 或者名声很坏 他们就蹊跷基督教 是谁的责任 所以教会要负责任 教会也要好好牧养我们的歌星明星 让他们在真道上好好追求成长 不要一踏上台上 生命就变成另一个样 很快就堕落了 不是这样 所以当别人批评的时候 不要太刺惊 欣然接受他的批评 说是的 非常抱歉 他的见证 让你跌倒 这是应该被取消 可是 我们今天要 你认识的基督的信仰 不是这个歌星 不是这个明星 乃是耶稣基督 这才是最重要 你不要因为你讨厌那个卖水果的小贩 这个卖水果的小贩道德不好 这卖水果的小贩 脾气很烂 我很讨厌他 你不会因为这样从今以后不要吃水果 对吗 吃水果 跟你讨厌卖水果的小贩 是两码事 你看不起那个歌星明星 跟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两码事 慢慢的解释 而更重要是你生命的见证 让他在你身上看见 基督信仰的真实 还有机会挽回他 来认识上帝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请问在旧约有记载道德败坏的祭司 现在也有一些神职人员的负面新闻 因此有非信徒认为基督教的领袖 也不过是好的有限的放放之辈 请问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的想法呢 圣经很清楚的说到 在末日的时候 有很多的假先知 很多的假牧师 假传道 假长老 在教会里头出现 在社会里头不能有好的见证 在教会一套 在社会一套 因此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让我们今天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今天做牧师 我要提醒我自己 正如耶稣基督说 我为着他们分别为圣 耶稣当年为着门徒分别为圣 他被引诱 而不陷入诱惑 他保持自己 让自己可以见证神 荣耀神 同样的今天 作为教会领袖的人 一定要常常分别为圣 好让我们可以荣耀上帝 见证上帝 而至于有新闻的报道 有关的新闻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因为圣经明说 在末日的时候 他们敲着耶稣的门 主啊主啊让我进来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他们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 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来呢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因为你们并没有遵守我的道 他的关键性就在这里 不是口头上承认 不是思想上知道 而是他在遵守神的道 为什么他能遵守神的道 因为他在基督里面被重申了 拥有新的生命 可以遵守上帝的道的生命 你叫汽车在火车轨道上行走 这是不切事迹的 他之所以可以在火车轨道上行走 因为他是火车 我们今天能够遵循神的道 因为我们拥有神的生命 他不能遵循神的道 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 所以他即便是奉主的名医病赶鬼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基督的领袖 并不是基督呼召的仆人 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从这些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心里可以这样理解 而对于外面不信主人是不能理解 因此我们一定要让他看见一些好的见证 把一些好的见证讲讲给他听 你在教会里头听了很多了 看了很多了 一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吧 我有一次 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在吃饭 我们请了一个人来我们的家里面 做客 我的女儿就对我说 爸 你讲那一天你讲的见证给他听 原来我讲一个很感动人的真实的故事 给我的女儿听 我女儿就把这个故事记录在心 要我讲给那一个做客的朋友听 这就是影响 我们今天要给他们一些正面的影响 一个真实的见证 而并不是让他们一直看见那些负面的消息 羞辱主的一些言行 所以我们要拉平他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的这些人 从我们的生命里头感受到 还有真的基督徒 所以有假的 但是还是有真的 我并不能否定基督信仰的可贵性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信徒该如何保持警惕的心 才不至于跟上一题提到的属灵领袖一样 藐视上帝呢 天天警醒 天天凡思 天天亲近神 亲这个字 旁边有一个见字 也就是我天天见上帝 我天天见他 你就会越来越像他 近朱者车 近墨者黑 如果天天跟世界在一起 我看见人都是我七米杂的 久而久之 我在潜意识里头也会活出我七米杂的样式 可是今天我们常常跟上帝亲近 跟教会好的基督徒 敬畏耶和华的人在一起 祷告 敬迁度日 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就不至于陷入上面所讲的这一些所谓的败坏的领袖 相反 我们能够荣耀他 记得生命是需要塑造 生命是需要时间去培育 而且你要给他材料 要有人去带动 所以我们要亲近这些人 那些离队的人最容易被魔鬼吞吃的 你看那一些的野兽专门吃 那一些掉队的动物 那一只动物如果离开了群体 他自己一直在走 很快就被狮子给野兽给吃掉 所以这一些的弟兄姐妹记得 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团庆 我们需要跟认真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块 他们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是彼此的胡子一起走天路的人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陷入那些不必要的试探 当我天天半夜三更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会过来跟我说 某某人 我听说你常常三更半夜回家 这是不行的 我告诉你真实的故事 那一个人某某人 常常半夜三更回家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 发现老婆不见了 跟人家走了 这个提醒对他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在群体中间被关照 在群体中间他不容易跌倒 因为有人看守着他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题是说 近几年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鼓励民众要终生学习 虽然教会也一直鼓励会友参与各样的讲座 查经课程来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还是有过半的会友不愿意参加 有些会友甚至认为 有参加主日崇拜 有安食奉献十分之一 已经是尽责的基督徒 请问教会还有什么措施 鼓励会友上课程呢 那首先呢 不要认为上课程的就是很属灵 有一些上了课程只是要寻求知识 然后用这个知识去教导别人 而自己并没有让这个神的道去改变他 所以上课并不表示他的灵性特别好 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假设 可是一个真正追求成长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是会成长的 所以他需要上课 可是上课不是唯一的途径 还有去参加短宣 参加具体的帮助 比如说在康乐中心 或者在社区中间 去做一些服务的事工 或者他热忱的去参与 幸福小组做步道的工作 或者参加三福 或者他自己具体的参与服饰 不是去听主的学 而是去教主的学 这些都是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可能性 不是单单只是上课这么简单 但你的问题重点不在这里 你的重点是如何鼓励更多的信徒来参加课程 因为他们连基本的课程都不想上 他们不可目 他们认为只要是一奉献 只要参加主日崇拜就够了 那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已经尽了他作为信徒的责任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为信徒定过这样的一种责任的程度 标准 参加主日崇拜 有十亿奉献 就是很好的基督徒 事实上上帝要的是我们做门徒 而不是参加主日崇拜十亿奉献而已 一个真正的门徒是在各方面在成长 能够见证神的人 如果他能够很好自己的学习成长 能够见证神 他没有来上课是OK的 可是他自己生命又不成长 只是交个十亿奉献 难道上帝很穷吗 一定要你的十亿奉献吗 猪三的牛 万三的羊都是素耶和华的 圣经说 奉献是要心逃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途径 让我们不被钱所捆绑 要我们记得学习感恩 因为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是会喜乐的 一个不被钱捆绑的人 有自律的人才是自由的 相反 那些天天为着生活去忧心 其实银行钱是足够的 他没有自律 他被钱捆绑 这种人生命是不会成长 是萎缩 而且是没有喜乐 所以我们要信徒有一个 重新明定新的观念 好好的 对真道 有学习 有渴慕 而教会呢 说真的 有时候你去上一些教会的课程 我以我过去的经验 我以前做信徒的时候 我去教会参加一些课程 我坐在那里 牧师 长篇大论 一直在讲 讲到他没有打瞌睡 当然 因为他在讲 不会打瞌睡 不过听的人会打瞌睡 为什么 太长了 为什么 太枯燥了 我们今天讲课的人 不能单单讲 你要给别人回应 就好像你们发问问题 我回应 我们需要回应 我们更需要信徒做 所以要你们 听了以后 你们做作业 你们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提出一些看法 或者谈谈你的心得 目的就在这里 那你有参与感 participation 这样你才会有兴趣 我们的小组也是这样 小组的组长 不可以自己一直讲 讲的很多的组长 都不是好组长 讲的越少 那个组长就越棒 为什么 因为他会 让弟兄姐妹讲 而弟兄姐妹讲了 大家认同了 他很兴奋 下一个礼拜 他更准备更多 一起来讲 他就有参与感 因为他被尊重 他被接受 而不是只是来听 所以今天讲课 不要只是听 而是要让他做 这才是智慧 所以教会本身也要改变 那弟兄姐妹本身要渴慕 上帝的道 如同灵粮 灵奶 使我们生命被改变 被熏好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我的孩子正直青春期 叛逆不听话 总是做神不喜悦的事 我管教他也没有什么效果 我就为他向神祷告 过后他会好很多 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向神祷告 但是过不了多久 又变回以前的样子 让我感到很生气 也无能为力 请问牧师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的孩子 减少本负无常 让他真正做神喜悦的人 孩子是一个过程 成长的生命会有些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做妈妈的 做爸爸的 做家长的 你本身要多少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 不要按照你的方式去教育 而是按照过去心理学家 对孩子成长过程的一种理解 给我们一些启发 好让我们懂得如何跟他们相处 我要说你的孩子是一个生命体 他不是一个东西由你来摆 摆布 我要他做这个 他就要做这个 做那个就做那个 那你是虎巴你是虎妈 他是一个机械人 不是 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 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 他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他到了一个年龄 他有一种叛逆期 叛逆期并不表示他坏 是表示他很有性格 就表示他很有主见 表示他很有看法 所以你就要聆听啊 听听他的看法 跟他讲讲啊 让他有机会听啊 是吗 好像我今天 我跟我的孙讲 你一直看iPad 我说公公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看你看iPad 你好不好 以前你没有看iPad的时候 公公回去会跟你玩 玩游戏 捉迷藏 现在你看 公公回去你就没有了 第二 我说一直看iPad 人心情不好的 你觉得吗 他静静的看着我 后来他就回答 好啦 公公 你以后回来 我跟你玩游戏 有一些东西 不是强迫性 而是跟他好好谈 跟他好好讲 他再讲多一句 他说有时候公公 我看你一直看手机吗 所以我没有跟你玩 我就自己看我的iPad 也有我的责任 你明白 也有我的错 并不是全部他的错 是吧 那所以我们都一起成长 陪伴孩子 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不要太快下结论 认为孩子坏了 他也不是坏 比较好玩 或者比较有组建的 像以前一岁到十岁 什么都听你的 到了十二岁 他开始缓扑你了 到了十四岁 他会发大脾气了 那你觉得他变坏 其实不是的 是孩子成长过程里头的一些反应 我只要耐心 好好的聆听 好好的陪伴 好好谈 他说时好时坏 你看你跟他谈他就好啊 那为什么会坏 因为你没有再陪伴他 你就陪伴他 今天孩子 上了学校 一年级到六年级 一下课回到家 没有人 顶多只有佣人 他以后就故意辞回啊 反正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啊 那我就等爸爸妈妈回家之前 先再回来啊 是吧 这是很自然的啊 人怎么可以怪孩子 是怪我们家长没有人在家陪伴他吗 他回家什么人都没有 只有佣人 他不开心啊 所以他就找朋友 又遇到坏的朋友 他就变坏了 那你就想办法 我可能吗 叫我爸爸妈妈来我家 让孩子回来 有看见奶奶 看见爷爷 看见外公 看见外婆 那有人陪伴他 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家长负劣了 而并不是孩子变坏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去鼓励他们 陪伴他们 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也为孩子祷告 陪伴着孩子 叫孩子一起来祷告 跟他讲一些道理 也分享你在信仰的经历 让他也可以跟你经历信仰 这个是不一样的 在家里一起祷告 就像刚刚礼拜天 讲言所说的 有一个家庭论坛 祭坛 如果没有祭坛 至少有时候坐下来 谈谈话 那么祷告一下 给孩子感受到 家还是有家的温馨 还有信仰的成分在里面 而并不是做爸爸妈妈大声喊 叫闹 骂 这些孩子很烦的 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用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智慧的妈妈和爸爸 神给你们智慧来带领他们 那么如果你孩子还小 快快把握孩子 一岁到八岁 那么如果孩子长大了 多一点为他们祷告吧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有信徒因为没有灵修 而担心自己的奉献 不被神所悦纳时 我们该如何回应他呢 因为没有灵修 而担心自己的奉献 不被神所悦纳 那首先 他不要用自己的形象去想上帝 因为他的爸爸 如果叫他做一点事情 如果没有做好 就被他爸爸骂 所以他把爸爸的形象 就反映到天父那里去 我的天父一定跟我爸爸一样 那么小气 是吗 我如果没有实意奉献的话 他一定很讨厌我 或者我没有灵修的话 我所有的奉献他都不喜欢 不要这样的去认识上帝 而是回到圣经 好好读圣经 去认识圣经中的那位神 是因为充满着怜悯 慈爱 严厉 又同时充满着温馨的主宰 我们是他的宝贝 是他所爱的 他一直在教导我们 我们就一边走 一边学习 那不是说你满足了他某一些条件 他就很开心而已 不是这样 那不满足他就发脾气 像你爸爸一样 不是 他乃是一位 真的知道我们的光景 了解我们的需要的主 他要我们学习成长 只要你努力 你要成长 你不断的回应恩典 在恩典中成长 不是靠你自己 这是基督教信仰 神总是充满着怜悯的 十一奉献也好 灵修也好 如果那一天没有灵修 你不要说我出去会被车撞 那上帝不会保护我 因为我没有灵修 不要把上帝想成是这样小气的神 那么上帝是充满着怜悯 但是也不要放纵自己 因为圣经里头的原则 永远是原则 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 一边学习 一边成长 一边依赖神 一边学习 自己独立 遵守他的话语 努力吧 弟兄 我们一起加油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何谓圣灵充满 他是一种基督徒要追求的状态呢 还是基督徒在信耶稣的那一刻 就会被圣灵充满呢 充满的话是永远充满呢 还是暂时性的 那以父所说 以父所说说 你不要醉酒 那要被圣灵充满 那因为有一些人 醉酒和圣灵充满 把他混淆了 所以保罗才会这么说 那被圣灵充满以后 他就讲方言 那么他就大声喊 或者在那里 有一种非常兴奋的一种表现 跟醉酒人有一点相似 所以保罗就提醒 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 你们在讲方言的时候 免得全部都讲 免得有人 这样一来 有一些人进来以后 以为他们跑错了地方 跑到了丰人院 不是的 如果你们要讲方言 就按照次序讲 同样的 一个人如果真正的 被圣灵充满 他一定有次序的 因为圣灵是一个 有次序的神 圣灵不是混乱的神 圣灵不是让人 像喝醉酒的神 他乃是让我们真正清醒 很好跟随上帝的人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 水刀刀刀刀刀 哇罐子满了 叫做充满 难道有一部分圣灵 进到我们生命里头 一部分圣灵在外面吗 肯定不是这样 对吗 所以圣灵充满 不是这样解释的 圣灵充满是表示 圣灵完全掌管 这一个人的生命 我的主权 被圣灵掌管 被上帝的灵引到 我完全顺服 圣灵的掌管和他的引导 这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有一些表现 就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他醉酒了以后 他外面一定有一些表现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 他也有一种表现 他表现就是圣灵的果子 从温柔一直到节制 他就会把这种圣灵的生命 就流入在他生命里头 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很粗暴 他没有温柔 他很残酷 他没有爱心 没有恩慈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不是被圣灵充满 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 一定讲方言吗 按照使徒行传 记载九次讲方言 被圣灵充满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是讲方言 换句话说 有八次没有讲方言 所以讲方言 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而并不是一定要 但是圣灵充满的 一定会借出圣灵的果子 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那是被圣灵充满 那有时候被圣灵充满 充满着勇气 像保罗 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转过身来 彻彻 那被鬼附身的那位死女 叫鬼出去 他很有勇气 他们被圣灵充满 就喜乐在那里高歌唱 虽然面对逼迫 出奇的教 这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果子 就很明显的显露出来 这是圣灵充满 我们是要天天被圣灵充满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天天能被圣灵充满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意见太强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意望太深 那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但是你要追求天天被圣灵充满 愿神带领我们 Amen 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 时间到了 好大家晚安